1990年,美国军方决定在华盛顿博物馆里建一组纪念朝鲜战争的士兵雕像 并将其定义为正义之师和无畏之师 美国军方要求雕刻师刻画出美国大兵英勇神武无畏无惧的形象 接下这个重任的是一个叫丹佛尼的美术雕塑家 他花了一年的时间采访了47名参加过朝鲜战争的美国老兵 倾听他们讲述真实的朝鲜战争 直到1995年他才完成了这些雕塑 按理说花了这么长的时间丹佛尼应该能很顺利的完成美国军方布置给他的任务对吧 但是让人没想到的是他拿出的作品却让美国军方大为不满 眼前这19句头戴钢盔持枪驱钱的美国士兵就是丹佛尼的作品 这些雕塑里面的每一个人都显得小心翼翼谨慎无比 他们分散在不同的地点或左顾右盼或东躲西让 仔细观看他们脸部表情的话 你会发现每张脸都写满了不安慌张 以及对死亡的超级恐怖 和美国军方的要求完全不同 丹佛尼一度被美国军方告上法庭 说他诋毁了美国军人 但丹佛尼却坚称 如果不能真实的反映历史 刻画出这场战争的本来面貌 那么这些雕塑就如同一堆随处可见的废铁 要它又有何用 双方争执不下 最后在时任总统克林顿的周旋和默认同意下 这些雕塑才在1995年7月落成 后来参加过朝鲜战争的美国老兵们 看到这些雕塑 都表示非常认同和接受这些雕塑 不美化不遮掩这场战争 在过国我看来 就是大家对这场战争最大的尊重 之前我做过一期视频 说的是中美朝韩各国历史教科书 是如何描述朝鲜战争的 美国把朝鲜战争视为是中国的不幸 韩国和朝鲜则认为 这场战争都是对方挑起的 特别是韩国从各方面抹黑我们 说我们能打赢靠的就是人多 总的来说 美朝韩的官方 对这场战争有太多的修饰和美化 十分不客观 今天郭郭就跟大家聊聊 美国国内那些真正经历了朝鲜战争的人 是如何看待抗美援朝战争 下面是亲历过朝鲜战争的美国将领的原话 美国五星上将麦克阿瑟 跟中国打仗纯属脑子坏掉了 这句话不是麦克阿瑟评价朝鲜战争说的 而是他听闻印度挑起中印战争后的有感而发 美国陆军中将第八集团军司令沃克 想打败中国军人 除非上帝带着钢盔亲自参战 第二任联合国军司令官李奇威 要不是我们拥有强大的火力 经常得到近距离空中支援 并且牢牢的控制着海域 中国人可能已经把我们压垮了 第三任联合国军司令官克拉克 朝鲜半岛战争 是我们美国在一个错误的时间 错误的地点 同一个错误的对手 打了一场错误的战争 美国国防部长五星上将马歇尔 真话已经破灭了 美国并不像人们所认定的那样 是一个强国 我们认为什么都知道 而实际上什么也不知道 然而对方却一切都知道 于是战争开始了 中国是一个幽灵 连个影子都没有 我们如何体面地离开朝鲜 最后一个发表讲话的是 是北约北欧总司令 霍勒克上将 我当了一辈子兵 同德国步兵 中国步兵打过仗 也看过美国步兵 苏联步兵打仗 德国步兵很优秀 但最优秀的 我认为还是中国步兵 为啥他能说出这样的话呢 因为他被我们志愿军俘虏过 美国军人有这样一个特点 那就是尊重与他们交过手的对手 尤其是那些让他们吃了亏的对手 美国军方曾统计过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 美国对外用兵次数超过240次 其中规模最大的有三次 在这三场战争中 有两场都与中国有关 朝鲜战争 美国用兵44万 死亡失踪5.4万 越南战争 美国用兵55万 死亡失踪5.8万 海湾战争 美国用兵44万 死亡146人 看到这里 大家明白 美国为啥要尊重我们了吧 从美国军人的每一分尊重中 我们能感受到 那些长眠于战场的先烈 为今天的中国军人的地位 做了多少贡献 这种尊重是对实力的尊重 是对那些在冰天雪地的朝鲜战场 连一把炒面一把血都吃不上 依然冲锋不止的战士的尊重 般来说 美军在任何一场战争后 都会出现几个名将 随后他们会进入政府部门 获得实权 例如一战的潘兴 二战的马歇尔 越战更是出现了一大批 有实权的 可是唯独朝鲜战争 不管是打得好的 还是没打好的 凡是参加了的 美国各路将军都倒霉了 麦克阿瑟不用我多说 杜鲁门以未能全力 支持美国和联合国的政策为由 将他撤职 这也是麦克阿瑟的军事生涯终点 李其威则由于在朝鲜战争中的表现 最终在1955年 提前从美国陆军退役 克拉克也是在朝鲜战争结束后 同年10月从陆军退休 三任朝鲜战争联合国军司令官都这样 可想而知 他们下面的将军更不好 以范弗利特弹药量出名的范弗利特上将 朝鲜战争还没结束就退休了 有人说朝鲜战争的志愿军们 一代人做出了五代人的事 一代人打完了五代人的仗 我认为远不止于此 朝鲜战争应该是人类历史上战争的巅峰 是人类历史上的奇迹 战争史上所有美好的名词 用来形容我们的朝鲜战争都不为过 以弱胜强 师处有名 信仰纯洁 同仇敌忾 官兵平等 军纪严明 善待百姓 优待俘虏 战法出色 这是一场完全靠人的主观能动性和智慧 打出来的战争 翻遍各国战史 朝鲜战争就是 人类热战精彩排行榜上排名第一的战争 也是人类近代史最重要的一场战争 说到这里 大家是不是觉得我说过了 朝鲜战争对中国确实意义非凡 上升到整个人类是不是过了 这只能说你们远远低估了朝鲜战争的意义 我说一下下面两场战争 你们就知道朝鲜战争 对人类近代史有多重要了 一是纳粹德国吞并杰克斯洛伐克时 遭到反击被击败了 二是日本发动918事变时 中国人民团结一致奋起反抗 日本阴谋被挫败 这两场战争事实上都没有发生 但是正是这两场没有发生的战争 才能说明抗美援朝的伟大意义 我们想象一下 如果发生了 世界会怎样 纳粹德国在杰克斯洛伐克就被击败 他还有勇气发动世界大战吗 日本在发动918事变时 阴谋就被挫败 那他还有可能接下来发动全面清华战争吗 大家可别觉得我把这三场战争放一起不恰当 德国吞并杰克斯洛伐克 日本吞并东北 谁说他们一定是抱着发动世界大战去的 当时英美法一味的采取绥靖政策 这才让日本和德国野心一步步膨胀 最终导致了世界大战 大家再想想朝鲜战争的美国 如果当时我们害怕了 没有选择出兵 美国轻易控制了整个朝鲜半岛 你们说美国会不会在我们的边境挑衅 麦克阿瑟还会被撤职吗 估计他叫得更嗨 甚至要直接入侵我们 到那个时候 任凭我们再怎么忍耐 我们和美国也少不了一战 当我们直接和美国爆发冲突 旁边的弯弯 越南 印度 会不会也来欺负我们 苏联会不管吗 所以抗美援朝战争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它打消了美国入侵中国 甚至发动第三世界大战的可能性 正如扁鹊之凶 并未有心而除之 顾民不出于家 抗美援朝的伟大意义 也注定被人被历史低估 视频的最后 我还是希望更多人能记得志愿军 记得抗美援朝 伟大的中国人民志愿军万岁 英雄的志愿军烈婶永垂不朽